哪些个股真的能够在下半年渐入加进 而今年配股又配得不错 两头都可以压保呢 冠青 的确没有错 事实上我们刚刚讲的好像比较可怕一点 因为苹果供应链现在在扶植入场 可是呢说真的 这部分我想短期之内有杂音 我们就先避开 反正虽然说他们也没有跌下来 不过至少呢 我们找一些这个殖利率 比较高的个股进场来做一个操作 其实刚刚明哲有提到 运动休闲是最近一直在复赛 这个NBA或者包括 其实德甲已经5月多 已经开始在进行第几轮的一个复赛了 所以这些相关的概念股 说真的 或许你看到他们4月份营收都很差 我有去查了一下 如虹4月份营收也是年减不知道哪里去了 巨洋也减 那4月份营收里面年减最夸张的股票 我今天特别拿出来叫做 预期9802 他年减了55% 不过这家公司为什么年减 因为户外功能鞋大厂 我请问你 在家里全部都是都封在家里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户外踏青 在西班牙你只要到公园去走个两趟 抓起来 抓起来 然后这个球员 如果说两个球员在这个公园里面练个球 也是抓起来 所以不要说什么户外功能鞋 我想可能连拖鞋都用不到 你在家里可能就是赤脚在家里就够了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他4月份营收年间55% 我觉得如果你这样来讲的话 是正常不得了 所以接下来一定会好 没有错 因为接下来解封之后 现在的状况是 解封其实疫情也没有下来 可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有比较和缓 对 你要饿死还是要怎么样 饿死还是要病死呢 我想这是你自己选择的问题 那接下来你要必须要去跟这所谓的新冠肺炎共存的情况之下 你这些东西还是要开起来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回到上一页来看到 其实上一页我们提到说 这公司去年很厉害 去年EPS7.81元 而且应该说很大方 他配了5.5元现金给你 有些公司赚10块还懒得配5块给你 所以这算是很大方的一家公司 而且虽然说他后面其实应该有KY两个字 但是呢事实上他是一家台商开的 这个台商还算就是台湾 然后直播说是透过控股公司的方式 那你可以看到是他今年第一季厉害在哪里 第一季EPS2.02 比丰态还高 比巨洋都还要高 丰态1.75 巨洋大概1.8 1.9左右 那接下来可以看到包括像集团部分 他说他是多品牌接单 他不是说只有接一个品牌 很多户外功能鞋的品牌 都有接单 而且欧洲其实一双户外功能鞋 卖起来都是台币算起来 出货价格都七八千块以上 非常非常的贵 那除此之外我们提到 生产基地分散 大家知道先前大家担心 因为他本来主要的生产基地 中国和中国有一些关税上的一些问题 他早就在去年很多移出来 现在非中国的产能啊 占比超过了七成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 4月份因为疫情的干扰 年间55% 可是呢下半年很有机会回温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 你要说这些东西现在可能 你很难想象 因为4月份减那么多 但是你可以发现到 其实股价慢慢慢慢的爬上来 甚至你可以发现到 因为5块5 如果你用5%的一个殖利率回推的话 大概至少也应该值110 当然这是用回推的一个方式 而且我们再把它缩小一点来看 事实上他今年最高点是什么点 他今年最高是154.5元 离现在的股价还差了 大概将近33%左右 所以这可能就是一个 比较安全的选择 那除此之外 包括另外一档 也是这个所谓的传产类股 不过他也是传产跨电子 他叫做长星1717 说真的股本大得不得了 所以这不是什么小型股 但是你看到 他的电子材料营收占比30% 而且他的一个干模光组 这部分电子材料就要用得到的 他目前是全球市占第一名 而且这些东西 他的最主要的一个 应该说最主要上游的原料是什么 原油相关的衍生出来原料 所以原油碟 毛利率会慢慢的走升 所以把人去预估 他第二季摸到第三季 原料降幅会更为明显 不过原料降下来的时候 其实他的东西售价 事实上也不会找到哪里去 但是至少你可以赚的比较多 是没有错 而且本季 其实他的干模光组的一个甲动率 已经将近满载了 主要原因为什么 因为5G 事物器需求都用得到 所以这边光是干模光组这部分 全年预估有可能可以成长5% 然后另外这边就是投信的传闻 他说下半年mini LED的光学教要出货 当然我查了半天没有类似的报告 不过投信就这么传闻 那投信因为这个传闻 我相信是因为这个传闻 因为很久我没有看到投信在买 在买长新 你看前面都买一点点点 这次买比较多 一口气买了一千多张 就因为这样一个传闻的关系 投信在这个星期里面 他去建立长新的持股 虽然说这个礼拜说真的 上去又下来 好像从头到尾都没有涨 不过整体的趋势看起来 好像还不错 那今天我们只有讲一档 这个电子类股 我想这电子类股 你不要说很偏本 这真的有点偏本没有错 但是投信朋友 这家公司做的是电源供应器 大家知道 其实电源供应器 等于是电子类股里面的传产类股 你看到我们台湾最大的电子 电源供应器厂 台达电挂在2308 第二大的叫光宝科挂2301 这叫做传产 应该说电子里面的传产 那这家公司呢 其实也算是一家很老牌的电源公司 他在出货给什么 他出货给PC 出货给NB Notebook的一个笔电的一个 供应器 甚至也包括无线充电 他也有在出货 那你可以知道 其实在这个应该说在礼拜五 应该礼拜四的晚上 礼拜四的一个盘后 待而公布他的财报 哇 公布完财报之后 是盘后涨了7% 为什么 因为远端需求太大了 Notebook卖得好啊 这个其他相关伺服器 卖得好的关系 那这种伺服器 这种Notebook呢 包括是PC所使用的 这个所谓的Power 所谓的一个电源供应器 就是乔威在做的 而且光是用PC来讲 光是PC的电源供应器 我们查到研究报告里面提到 乔威的全球市占率10% 不过我先跟大家讲 这东西赚的钱都是小钱而已 真正如果要赚到大钱 是后面这部分 叫做WPC国际无线充电联盟成员 现在无线充电 虽然说苹果从iPhone8开始有无线充电 可是到现在 我说真的 我又没有看到大家带什么无线充电 可是有朝一日 如果你到每个餐厅去 发现到餐厅 你只要摆着就可以充电的时候 那可能就不一样了 那乔威也有跟这些大的一些咖啡店 或包括这些大型的家具 去合作设计这种 以后摆着就要充电 只不过我说真的 目前我还也没有看到产品就对了 那重点在这里了 投信本月买超603张 而且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 也没有赚钱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如果进场的话 你的成本跟投信 我想可能是差不多一样 那如果以这种情况来讲 当然你看到我们刚提到了 不管是像9802的预期 或者是1717的一个藏心 这种其实都是本周投信买超 甚至包括连这种3078的一个乔威 本月份投信买了603张 都是很少见的现象 你看到下面 几乎都没有投信在买过 我想这些东西 我认为未来说不定 都有一些行情存在 所以今天来宾好像不约而同的 针对了非电子族群 琢磨的篇幅是比较大的 跟投信一样 投信最近好像买超也在转向 所以明哲摇帮我们看一下 刚才讲到的运动产业 受惠股当中 那要怎么挑呢 对这个部分当然事实上 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运动产业 其实有分几大项 那我们可以从一个产业 一个产业帮大家挑一些 我认为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些个股 那首先在制协业的一个 相关题材当中 刚刚其实冠进谈到的是疫情 那我们帮大家选择的是 这个9938的一个百合 那之所以会选择百合的一个原因 是在于说我们刚刚谈到 这个其实如果说我们 以国际运动大厂来看的话 最主要能够有大幅度成长 在第三季有大幅度成长机会的 应该是这个国际大厂Nike 那如果说以目前这个 Nike占整个百合的一个营收比重来看 大概是两成左右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当然如果Nike能够呈现 持续成长的话 我想对于百合来讲 它当然也会有持续带动的一个效果 那除此之外实际上 它在今年第一季 它找出来的一个财报 是明显优于其他同业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它在第一季的一个EPS 是来到1.79元 它不仅仅是比这个上个季度 就去年第四季来的增加 同时它也比这个去年的第一季来的增加 所以它是呈现了一个双成长 这样的一个态势 而且它不仅仅只有出货给这个Nike 包括我们刚刚谈到 这个德国的运动大厂爱迪达 事实上它也有包括像是四面谈 然后以及像是缩脂体化 这样的一个产品 它也有打入这个爱迪达的新鞋款 简单来讲就是做它那个斜面 那个布料的一个部分 那加上说以它今年来讲 它大概配息三块钱 以目前的一个股价来做计算的话 它的股息指率有4.3%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它最近期我们可以发现 在这一两个礼拜当中 其实外资开始有针对 这一档个股来做琢磨 那好处是在于说 因为当然股价如果你从低档来看 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涨幅 但是外资它其实 它是买在最近这两个礼拜 换句话说它的成本跟 如果你现在做进场的话 成本其实跟外资 其实没有差别很多 我觉得这是一个优势 那除了这个百合之外 另外在这个所谓的运动衣的部分 我们帮大家所挑选的是 1477的巨洋 那之所以挑选巨洋的一个原因 是在于说 因为它去年底有夺的一个 国际大厂的品牌叫Target 它的一个运动服的订单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 他们今年这个运动服 占营收比重的一个比例 应该能够进一步上升 那除此之外呢 他们也有在做防护衣 我记得那个总统蔡英文 大概在3月份的时候 有去拜访过巨洋 那时候就是看那个 他们的防护衣的产线 那以这个防护衣来看 就是5月底开始出货 就是大家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 应该就有开始出货 那以它目前营收占比 5到10%来看的话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 比较高毛利率的产品 因此当然有助于 它整体公司的毛利率 往上做提升 那第三个是 它今年要配发5块钱的 一个现金股利 以目前的一个股价来看 它的股息殖利率 也有3.3% 而且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其实去年的这个巨洋 它自己就已经先跌一波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 它越南厂有传出火灾 所以相对来讲 它的基期是比较偏低的 因为厂房烧掉 你股价本来就会下跌 但是它属于长期的一个低档 因此搭配上说 高殖利率的一个相当概念 以及其实最近其实法人 也有比较记忆在做着墨的 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倒是觉得 这个股价其实有一个 比较中长期发展的机会 那最后在自行车的部分 当然自行车的一个股价 其实都涨很多 但是我们从如果过去的 一个历史经验来看的话 因为包括像是SARS那时候 其实这个所谓SARS 那个时间点的时候 在SARS结束之后 其实自行车的一个销量 是出现明显的一个成长 那当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是来自于说大家害怕 就是现在的也一样 要么你就 就如果你不想搭捷运 要么就是开车 要么就骑自行车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自行车通勤的一个需求 应该会呈现大幅度的增加 而且如果说以这个 包括现阶段时国内 像是台北市政府的这个U-bike 其实也是透过这个巨大一座供应 我觉得都 即便你不是自己买自行车 我觉得都会有带动的效果 再加上说 以它的一个景气来看 从欧美的自行车市场 从5月份 它就开始呈现了一些 比较热销的态势 所以在景气的部分 有机会呈现暴富性反弹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在整个5月份 事实上外资针对这档个股 其实是没有卖超的 它大概买了1.6万张左右 那到目前为止 其实没有看到任何筹码 松动的一个现象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 加上说它 第一季的EPS 1.89元 是跟上个季度来做持平 所以简单来说 它所受到的一个冲击 相对来讲是比较小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画面下方 都是外资买超 最红色的部分 所以你就知道说 其实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外资它是持续在做 这个针对巨大来做一个加码 所以虽然说股价看起来 好像那个涨的那个幅度 是稍微比较高一点 但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就是如果从SARS经验来看的话 其实那个股价都会有一个 比较大波段的一个涨势的时候 我倒是觉得说这种个股 当然目前看起来 值率率不高 但后续如果有回测的话 大家其实也可以留意 短线切入的一个位置点 好 所以在这个台股 陷入了均线的纠杂 电子股有一些杂印的情况之下 那接下来是不是整体 要发挥多头步调 可能还是要看一下全球 包括了疫情 还有疫苗的研发速度呢 我们稍后来关心